張曼玉都算是第一個衝出國際的港仔 因為他83年選完港仔 拿了亞軍之後一年就開始涉足影壇 粗略估計曼玉都拿過五屆金像獎影后 四屆金馬獎影后 連拍臨電影節和康城影展都做過影后 最厲害的是還做過很多次國際影展的評審 辭去十幾年入行的蛇絲曼 在電視界打滾多年 加上事後級的演技 獎項都多到數不完 在中港兩地都很有名 所以說去選港仔的不是每次都靠樣子 雖然李思華五甲不入 不過今年在美國拍了一部短片 演技得到認同成為雙影后 所以請問選港仔